大家午安 我是晴燕營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這一小時 國內國外大小事 要用您聽的懂得話 說給您聽 先來介紹這一小時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國際政治專家賴宇謙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北京清華大學 法學博士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支持媒體人謝罕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應該是要先帶你來看到的是 在今天很多人看到這個消息說 什麼 股神巴菲特 郵寄啊 去年底 那個時候選舉的時候 明慶洞不是在講嗎 說什麼 他大買台積電 好 今天最新消息 股神巴菲特重砍台積電 建幅86% 造成盤後大跌 那包括了他現在 除了說是台積電持股之外 他也選擇是大買蘋果 大家就要問為什麼會這樣 一天之後市值蒸發了 5700多億元 巴菲特不是講嗎 如果你第一支股票 不想持有10年以上 那你一分鐘都不該持有 現在怎麼會跟原本講的不一樣 這不是巴菲特 但是也就是因為這個訊號 讓現在在日商這邊 有七成的人都擔心 說是不是表示他受到了不同氛圍 擔心台灣有事情 那現在末日博士經濟學家 盧比尼也講了說這很有可能 就是所謂地緣政治風險之下的 大威脅原爆點 郵寄啊 當時我們講去年底的時候 選舉的時候 那個時候民進黨啊 蘇奎 蘇貞昌 鄭運鵬 不是都講說巴菲特買台積電視音樂 桃園龍潭建廠嗎 那個時候大家酸他 他還說我們在唱衰他們 那個時候謝金河不是也講嗎 說對台灣影響有千鈞萬馬的效果 現在就要問 人家現在減持減幅86% 這些人怎麼不出來教授我們 到底原因是什麼 講到台積電 今天另一個消息 市場上非常的關心 因為就是美國的媒體Politico 他們就在講 說去年裴洛西來的時候 還記得嗎 蔡總統邀請他吃午餐 然後席間張忠謀也跟他一起同桌 現在新聞標題出來了 說很多細節在這一次的訪談當中 佩洛西通通都講了 直接看原文 原文講的就是台灣的科技國王 跟佩洛西怎麼說 說美國現在會把自己陷在困境裡頭 因為他有很多直接的評論 內文直接提到了 說其實張忠謀是用一句話來開頭的 告訴他說 現在美國人要用500多億來 所謂的補貼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這句話聽起來就是好像很輕鬆這樣 因為美國現在在晶片上面的補貼政策 確實張忠謀也講 我們在Arizona那邊有要設廠 對我們來講我們也拿得到 不錯不錯 可是話風一轉 接下來的評論非常直接 他就講了 他就說如果美國人認為只要砸錢就可以進入這個晶片市場 不要太天真 原文就是terribly naive 為什麼 因為他說了 你要知道 所謂的這個晶片市場 半導體市場 基本上從他的原物料到人才到最複雜的一個系統鏈產業鏈 如果你認為只要砸錢就可以完成這整個市場 就可以攻占最複雜的電子製造市場 那就真的是天真過頭了 講到這裡的時候 然後大家突然發現 原來他是認真的在評論 他不是在開玩笑 然後蔡總總就趕緊緩夾了 說沒有啦 我們張忠謀就是直率改言 大炮性格 然後他太太一直跟他講說 不要講那麼多了 不要講那麼多了 現在我們就要看 為什麼張忠謀會這樣講 因為你把台積電的十年限拿出來看 1994年掛牌的 好 他們是到什麼時候才突破百元 是在2013年才一路攀升 他們其實在這個市場努力了多久 才有這樣子的一個成績 所以他就要告訴美國 你現在覺得投錢砸錢就有辦法 在美國真的做出一個 台灣這邊完全複製的 所謂的半導體產業鏈 你掌握了這麼一件事情 可能真的太天真 而現在在美中之間 為什麼我們的台積電 會被滾滑去去美國 當然就是美中關係 那兩岸關係跟美中關係 這當中有一個非常微妙的聯繫 陸委會講 現在20日要開放港澳來台自由行 但是陸客能不能來 還得再看疫情 好現在李大維喊話了 原因是因為他回任海基會董事長 他怎麼說的 他說兩岸兩會 應該要恢復互訪 他講了 說疫情已經緩和 我們就不應該再找任何理由 不互動 好講得很對對不對 你當一個海基會董事長 你覺得應該要互訪 可是問題是 民進黨其他的人這樣想嗎 你來看看 夏立妍 國民黨的副主席 現在在對岸訪問 他訪問的時候 王滬寧跟他對談 結果你們的標題怎麼寫的 說不畏懼被貼上 親中賣台的媚共形象 去就是媚共 國民黨去就是謝志偉會說 你現在是修妻與共 說他跟對岸在互通有無 那現在當國台辦說 願意來幫助台灣的農漁民 如果你們想要賣產品 去對岸的話可以來談 但是梁文杰 我們的副主委就怎麼說 把經貿當成統戰工具 不要先卡住再失誤 這是民進黨的態度 回過頭來 我們就要問 當你們希望能夠歡迎港澳客來台 可能要歡迎陸客來台 當海基會的這一些董事長 新的董事長說 要恢復互訪的時候 到底你們真正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你們怎麼樣再對待對待 而另一回頭 賓歌 當巴菲特去年底買台積電的時候 民進黨告訴我們 你看這個就是看好台灣 現在減幅減持 86% 那怎麼不講話 你看這一篇報導說 這個謝金河在講說 對台股影響很大怎麼樣 在講的時候是11月17號 去年11月17號 那時候已經第四季 所以那時候巴菲特已經要拋售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他是去年第四季拋售 他第三季買進 很多人會講說 巴菲特不是告訴我說 你如果不是想要持有十年 你就一分鐘都不應該持有 那不是這樣子 因為人家是核心持股 他可能會抓比較久 比如說那五支到十支股票 他會抓比較久 其他的他可能每一季兩季就會換掉 那顯然台積電對他來講 不是核心持股 就是這樣 而且說真的巴菲特年事已高 很多恐怕是他的基金 經理人在處理 可能他們看國際時是隨時的脈動 就做這樣一個變化 那我是覺得那一些 每一次故意硬要去炒作 台灣什麼事情都好棒棒 台灣什麼事情都最好的 那一些人才心態可以 這些投資人 股神 你以為他怎麼賺錢 還不就是看準時機去削這些人 那被削的人是誰 還不都是你們這些韭菜 所以你在叫別人神的時候 實際上你就是韭菜 不是嗎 所以他會去削你的錢 有什麼好意外 人家獲利了結就殺出 這很正常 重點是那一些 每一次都想要拿這些來做文章 想要偷渡意識形態的人 我覺得才是值得非議的人 那至於說張忠謀這個東西 我覺得張忠謀是講得非常非常明 因為台積電能夠在台灣獲得成功 絕對不是單純砸錢就有用 如果砸錢就有用的話 那台積電根本不應該在台灣成功 因為台積電在台灣開始起家的時候 台灣根本很窮 那美國才應該成功 其他日本才應該成功 為什麼成功在台積電 只有很多天時地利人和 其他相關種種的因素配合 才能夠成功 所以張忠謀為什麼要趁裴洛西來的時候 這樣跟他講 其實就表示他其實不是很贊成美國 現在要把台積電 整個一直到美國去 這樣的一個政策 非常明確 但是我覺得可笑是可笑在哪裡 蔡英偉你在現場聽著 顯然這個聚會是去年8月那個聚會 那蔡英偉你在現場聽著 打原廠OK 這個沒有問題 你也不用 也沒有必要跟客人鬧得太僵 可是張忠謀是跟你的交情這麼好 你們情如婦女 結果他講得這麼明了 你到最後選擇 還是把台積電整晚送出去 一箭不留 請問一下 你到底聽得懂 聽不懂 你的乾爸爸在講什麼 如果連張忠謀講得這麼直白的話 你都聽不懂 我不知道你的角色過程到底是什麼 還是你根本已經喪失了角色權 你已經變了美國人的傀儡 美國人叫你幹嘛就幹嘛 你完全沒有任何抵抗的餘力 如果是這樣的話 很可怕 我們的總統被美國人控制住了 請問一下我們到底算不算是個國家 所以這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國安危機的問題 至於說 這個李大維講的這些話 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你說兩岸之間要交流 蔡英文也講 兩岸之間應該要對談 可是問題是你們的態度 從頭到尾都沒改變 只是嘴巴上在講 你看最近陸委會在幹什麼事情 如果你的陸委會在幹這件事情的時候 請問一下海姬海邪要怎麼談 兩岸之間到底要怎麼談 連拜託夏立言去 已經被你們罵得夠慘了 好不容易有一個開端 能夠讓我們的農漁產品 重新回到大陸去了 結果你看他們第一 第一個膝蓋式反應是什麼 不是怎麼樣去幫我們的農漁民 而是先想自己的政治利益 先想到政治上的糾結 光我們的執政黨 我們的執政的這些官員 每個腦袋都這樣想 每個腦袋 滿腦袋都選票的時候 台灣人民就是韭菜 你們只有自求多福 是 來 巡洽委員 原因是因為在這一次 其實也是Politico 他寫得這麼詳細之後 大家才看到裡頭的內文 也才知道原來那個時候 張忠謀其實已經把話 都說得很直白 很清楚 甚至標題就直接寫 美國現在可能會因此而有麻煩 你怎麼看 先談巴菲特 再來談張忠謀 巴菲特這個時候 把股票台積電差不多 出了 清了差不多了 現在價格大概525塊台幣 但不要忘記前段時間 也差不多在400塊500塊中間 在排回 這個價錢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巴菲特 並沒有賺到錢就賣掉了 因為他在去年9月份 公佈那段時間 大概都在500塊上上下下 所以他沒有賺到錢 沒有賺到錢為什麼賣掉 巴菲特以前在買BRD的時候 是很低很低的價位去買 然後突然間漲了好幾倍 有賣掉 他是有名的叫做價值投資者 他持有時間很長 對一個公司企業看得很遠 這個東西 用謝金河的推論來講 他根本就不看好台積電的前途 如果他看好 他為什麼要賣掉 至於沒看好台積電的前途 到底是因為產業本身 還是地緣政治本身 他並沒有對外說明 我們兩方面都可以從這邊考慮 我再提醒大家 巴菲特的公司PokerShare 他有一個組合 很強的組合叫做主權風險評估部門 用某種意義來講 叫台積電前段時間 不是要花大錢 請政治學博士嗎 那個台積電有點晚了 人家早就有主權風險評估 全世界各地發生什麼事 對企業經營環境 有什麼改變的影響 所以顯然的 他們已經把台灣的主權風險 淚入評估 覺得不宜久留 趕快就賣掉 再來我們談張宗某 張宗某是用的英語非常的典雅 就是美國陷入麻煩 但是張宗某講的是 美國要花大錢 來把半導體製造業浮起來 他認為光靠錢是沒有用 所以會陷入麻煩 不過可能出乎了 張宗某的意料之外 美國除了花大錢給Intel以外 他並沒有花什麼大錢給台積電 他直接的就把台積電搬家到美國去 美國沒有花錢 所以這種掛竹子買 掛豆菜買的辦法 張宗某可能也沒想到 本來不是說100多億美金就可以了嗎 後來霹哩啪啦增加了 快要到500億 誰出錢 都是台積電出錢 所以張宗某當然心裡 不會很舒服 因為他說那個地方不適合 半導體經營的環境 生產系統不適合 你要了解到 對張宗某來講 美國 台灣 中國 並不是重要的事情 因為台積電 他是心中的寶寶 對他來講 他是台積電的母親 所以其他的什麼 哪個國家重要 都不重要 就是台積電最重要 他想要呵護的台積電 所以才會在蔡英文的眼皮底下 對佩洛西講那番話 也就是告訴他說 不要異想天開 這個計畫不會成功 也表示說美國想用這套方法 來圍堵大陸 可能不只兩敗俱傷 還會有慘痛的一個經歷 至於說 夏立元訪問大陸 會見了王滬寧 民進黨當然酸言酸語 可是這個時候要扣國民黨 親中賣台太困難了 因為現在國民黨的表現叫什麼 叫親台賣中 我們非常的親愛台灣 我們要把很多東西 賣到大陸去 梁文傑的角色還在轉型當中 他今天口口聲聲都講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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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他以前都不能講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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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已經改口了用語 因為大陸委員會 不是中國委員會 可是他還是不經意的流露出來 好像國民黨跟中國大陸 談定了跟老百姓 息息相關的生活的一些生意 他就很心裡很不舒服 不只說要哼一聲 還要酸兩句 經貿是統戰工具 你民進黨禁止比亞迪 賣到台灣來 難道你就不是一種統戰工具嗎 所以我是覺得 他們找梁文傑去扮演這個角色 可能角色錯誤了 是 來 老師 張宗某跟裴若熙他們的講話 我想AIT應該都知道 因為AIT在這個部分裡面 他的訊息不會不靈通 張宗某的講話很清楚了 也就是說台積電到美國 不符合市場機制 這個講得很明白 台積電飛彈不能賺錢 美國想因為這樣就擁有 這個半導體的製程 先進半導體的製程 恐怕異想天開 不是那麼的簡單 你沒有客觀的環境 所以孫小雅AIT的處長 說台積電搬到美國 是一個市場機制 這很明顯的不是說實話 說的是不是謊話 我想他自己應該心裡明白 台灣的民眾心裡更清楚 為什麼巴菲特要把台積電賣掉 而且賣得這麼的多 幾乎不想擁有台積電 當然就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不會看好台積電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不會看好台積電 除了跟台積電到美國有關以外 會不會台積電 跟到日本也有關係 我們也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才沒有多久前才宣布 台積電也要到日本去設廠 對 日本過去是不能夠擁有 這個半導體的製程的 現在台積電到日本去設廠以後 日本遲早會擁有半導體的製程 而且是先進製程的能力 各位想想 日本有光刻機 也就是有設備的製造能力 因為美國要求的就是荷蘭跟日本 尤其是Nikon還有東京電子的 不能夠把半導體的設備 光刻機的設備賣到中國大陸 所以日本擁有這樣的一個設備的製造能力 日本也擁有原料80%的掌控能力 現在如果說 未來日本再掌控有半導體的製程 看起來是美國已經放開了 就讓日本去放開手腳 這樣的情形 對台灣的半導體的業者的傷害 未來的生態業者的傷害 影響會不會很大 我覺得這值得我們台灣 這些半導體業者 好好的去研究 也值得我們的這些 研究半導體的這些研究院所 好好的來仔細 因為這影響很深 所以民進黨是不是真的賣台灣 我覺得這個事情應該要證明 最後一點我要講一下 這個李大維 李大維跟陸委會 你們如果沒有能力 改善兩岸的關係 也就是你沒有能力作為 你先沒有能力作為 你再沒有作為 因為你到目前為止 你拿了人民的薪水 但是你幾乎什麼事都幹不出來 沒有能力作為 再沒有作為 台灣的民眾不需要你們這樣的亞門 所以少說點話 少說點話 就對我們台灣的民眾 就已經做了很多好事了 所以沒有能力 再加上沒有作為的兩個機構 閉上你們的嘴 這才是你們應該做的事 對我們來說